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是八寶粥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材料有 鹽子、紫米、綠豆、紅豆、花生跟藝人 還有我們的桂圓肉 那這邊的份量都是50克 那還有我們圓糯米是100克 最後再加入1800cc的水 然後還有砂糖適量去調味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做法就是先將我們所有的材料都先放入鍋內 這是紫米 還有綠豆 還有紅豆 還有花生 跟藝人 還有桂圓肉 還有100克的圓糯米 好,那今天再加入1800cc的水 大概是我們微定鍋量杯的11杯左右的量 那我們現在放入鍋內 蓋上鍋蓋 安全鎖要鎖起來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熬粥的功能 選擇到第三個鍵 那這邊預估完成分鐘數是15分鐘 按下開始這樣就完成了 好,那它現在已經跳到完成了 那我們可以準備把它打開 那我們開啟的時候記得要先解開安全鎖 然後按下中間的開啟這樣就可以了 哇,看起來這次非常成功 非常的濃稠 那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準備來上菜了 再見